里面我怎么样把我的观看法放上去 然后呢 我在里面怎么样再做一些事情 针对这里面他给我们的相关的档案 我们再加一点东西 让他可以转出来 那当然后面我们会再结合 就是前面讲过的那个拍层部分 如果各位有时间的话 可以先转一下 基本上我会按照顺序 2-1的话基本上里面大概就是修改一下 也许你可以再转 里面 一样的动作 只是说我们会多增加一个所谓的APP 那里面当然他有所谓的CREATEAPPICATION 这个APP不是手机上APP 他实际上就转一个APPICATION 他概念有点像他针对这个APPICATION去做一点事情 包含就是他的UI 他的前端画面跟后面的程式概路的撰写 都是写在针对这个APPICATION上面去转 那所以这边可以给他一个名称 也许叫MyAPP之类的 那主要他会在setting里面多一个这个名称 那你将来的话怎么去转他呢 要必须在view里面 去做一个制定函数的动作 然后帮他转一些东西 所以如果说今天我要写一些东西 转在画面上面的话 你可以return一个什么 http的response response就是丢一些东西到 user端的浏览器上面 也许你可以丢一个字串 比如hellojungle 那将来的话那个jungle就出现了 但是问题是你要怎么样正确的在UIL上面显示 就网址上面显示 那你必须在什么 他里面有一个档案 这个档案里面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里面 找一下他有一个这个UIL的那个档案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能要自己把它再新增起来 UILs这个你再加一个那个路径给他 将来的话就可以在那个路径上面显示出 你这个say hello的这个结果出来 其他的话呢当然还可以加资料库 不过前面如果我们在练习的地方还没有资料库 你就先不用加那他加资料库的方法还蛮多种的 你可以用他内建的方法 或者是说呢我们可以用之前学过的 直接把他当一个档案来储存存取也可以 比如说像之前我们讲到的那个 python的方法在这边也是用 那只是说要怎么样让他实作正确 其他的话还有就是说他的IP跟他的port 因为预设的话呢他是127.0.0.1 当然我们刚刚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他的IP位置 127.0 但这个位置的话其实就是local host 那外部其实无法存取得到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就是要知道自己 我们现在自己电脑的IP位置 第二的话呢就要让他转到80p 80p的话也许就是转到那个我们http 这样的话外部的人才可以连到我们电脑里面 可以看到最后的结果 怎么做配置 其实蛮简单的一件事 你可以用图形化界面 不需要下指令 因为一般一般是要在run server 后面再加上IP位置加上port 不过如果在Eclipse里面有个优点 就是说你可以自己填填资料就好了 自己把那个配置先配置好 run之后呢他就会告诉你说 另外还要改一个setting setting里面呢你还allow的host 就是所有的外部连结都要被允许 他预设是不允许的 就是说你刚开始是测试环境 如果你要让外部也能够连进来的话 那这边就可以允许 但是防火墙可能要打开 他可能会跳出是否允许 最后的话就是可以让人家从外部 连到你的IP位置 而且后面破坏是80 你这样才有办法真的架设一个 一个web server 才是真的ok可以run的 同样的方法当然你也可以找一个 对一个实体的IP 就可以这样去架 那个jungle的server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 后面我们还会再提到 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话也许各位可以 针对二之一 然后另外二四二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真正的建一个 一个jungle的专案 那里面的话 当然我们可能会放一些图 那图的部分还有网页部分 你要另外再给他一个资料夹名称 一般也许叫templates 那里面的话呢 就是在templates告诉他说 里面我可以放一些图 放一些其他的东西 那也许我们可以显示一些画面 包含今天的日期时间等等讯息 ok 那这个我想我们后面会再慢慢讲到 所以今天先开个头 至少你要先完成一件事 就是把这个环境先ready 那之后我们会在这个专案上面 慢慢再加一点东西上去 那 再来的话 我们可能要先回到前面 就是那个python的部分 那python部分还有第六个单元 所以慢慢我们再把前面东西讲完 再把它全部再加到Jungle里面 那今天的话呢 也许啊 请各位再试着到第六个单元 所以我们资料库已经完成了 早上有再提到就是说 之前有一个那个 合并全省那个邮局地址那个部分 那今天的话也许我们再开启第六个单元 那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从网路上抓资料 那档案如果不是在我们电脑里面 而是在那个可能某一个网站上 他提供一些资料给我们 那我们要必须把它捞下来 那怎么样把它捞下来 第一件事你可能要把request先装起来 那因为我装的不是一个像阿卡宏他预设就装了 我是给一个最阳村的python的library 所以他里面很多东西都没有装 那不过没有关系自己装嘛 那装的方法的话 特别注意啊 一样你就是要下一些指令去把它装起来 那怎么去下指令装 不过还是会有刚刚类似的状况 就是说你如果电脑里面不止一个python的版本的话 那可能会有就是你装的时候 会变成装到另外一个环境里面的问题发生 所以先确定一下你的配置 这个配置如果假如是不是在那个 你指定的路径的话 你可能就是要手动跟他讲说 你正确的位置在哪里 那怎么样正确指定呢 一般就是说你要再跟他讲python的位置在哪里 你去把它装起来 所以第一件事情的话呢 如果说我今天我们这边底下有一个这个网址 这个是台北市的那个公有零售市场行情 那这边里面的话 点击进来各位可以看到 里面就会有那个台北市所有的那个相关资料 你可以点击这边有个下载的 那下载点下来之后 这边有个data csv 那打开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到就是各个菜市场 不过你会发现各个菜市场 不要再显示 各个菜市场卖的行情 那我之前我有讲过 你可以用那个资料里面的筛选 在seal里面有个优点 你假设要找的是什么 找那个轻冲好了 比如轻冲的行情 那你可以发现 他会针对轻冲里面 所有菜市场的价格 他会给你一个清单 当然你会发现 这个差价还颇大的 有380的 有83的 有90几块的 也是一公斤 还有最便宜有75块的 也就是说不同 还甚至还有30块一公斤的 怎么差这么多 OK 当然如果你聪明的人一定是找那个相对 相对那个也不一定是最低价 但最好是价钱一样的 价钱不一样 但是东西一样的前提一定是找最便宜的 这边可以把相关的资料给抓到 可是我今天如果希望呢 第一个我不是直接下载 而是怎么样 直接帮我把这个档案呢 就读到哪里呢 读到我们的python里面 第一件事 第二个的话呢 就把这个档案 再把它丢到资料库里面 做一些后续的报表出来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请各位先稍微看一下 画面先放给各位 这么多 好了 你 äll